台中市有一名17岁的徐姓少年 他没有驾照还多次偷骑车 跑到了台三线上面 跳狗烂危险驾驶 警方透过他安全帽上面的特征 约谈到案说明 但又有民众检举 其实他也曾经在其他路段危险驾车 因此警方也加重裁罚 最后开出了3万元罚单 并且掉扣牌照6个月 一名男子汽车机车经过院里正街道 直接拉起前轮 以后轮行驶快速前进 用俗称跳狗烂的方式耍帅 民众认为太过危险 将画面拍下并检举 远警发现这名骑士的安全帽 印有46号的数字 一眼就认出他就是无照驾驶的 17岁徐姓少年 原来家住台中徐姓少年 4月份骑程机车前往台三线游玩时 被民众拍到独轮危险行驶 警方透过安全帽特征 6月约谈当事人到案 开出一万八千元的罚单 没想到现在又有民众检举 徐姓少年五月份也曾经在院里正 以同样的方式危险驾驶 警方依直前举发无照驾驶 再度道路上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 及钓扣牌照半年等三张违规通知单 一年内两次危险驾车 警方依法加重裁罚 罚单从一万八千元变成三万元 而且还要钓扣牌照6个月 索性这几次的违规行为都没有酿成事故 否则就不是荷包损失这么简单了 这张一姐苗栗报道